裡面是如果引用Outlook元件 就本來VBA不能寄信 但是Outlook可以嗎? 你可以把Outlook 把它引用進來有點外掛 就是外掛可能大家不要聽懂 外掛到VBA裡面 變成VBA可以控制Outlook 也可以新增一個新郵件 然後把主旨 把內容然後附加檔案 然後寄給誰 寄給誰的那個連結 你可以給一個什麼 可能某一個儲存格 甚至你可以跑一個回圈 那就可以怎樣? 自動幫你把這個信件 直接就寄給很多人 那這個部分在文字遊戲裡面 有一些範例 其實可以試試看 如果你有 不過前提記得就是Outlook 你要先設定好 他是把你已經設定好那個Outlook的功能 拿到VBA裡面使用 所以VBA他其實可以 擴充的還蠻多的 本來不行 你可以把很多Office 其他的功能都搬進來用 OK 這個範例的話裡面有提到 那大型試算表消貨單 地址合併裡面有一些 關於如何做查詢系統 比如說你要快速查一些東西 查完之後 自動幫你產生一個新的工作表 那這個地址合併裡面就可以提到 這個地址合併就是說 比如說哪些會員 駐忠孝東路的會員 可不可以你輸入忠孝東路 就自動幫你把它查出來 並且幫你放在一個新的工作表裡面 你就去看到有個忠孝東路的工作表 打開就是這些會員 那這個範例裡面有提到 另外還有跟那個SS 跟資料庫座連結的一個 基本的一些東西操作 所以回去有時間的話 可以各位可以自己把它了解一下 OK 大概會有這些範例 那最後我們講到有關那個動態 比如說年動態 假設五年的話 那當然你可以增加框線 清除框線 如果你在動態變八年 增加框線 清除 有沒有發現 他很聰明 對不對 如果你剛剛是寫固定的話 他就不聰明了 為什麼? 因為他固定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關鍵點就是在 如何偵測 你現在的最右邊一列 應該是最右邊一欄 跟最下面一列的位置 然後告訴range 由range去幫你跑到這個儲存格 那range的概念一定是有個左上 到右下 所以你只要告訴左上跟右下的位置 他就會自動幫你格式那個範圍 所以特別重要這個地方怎麼做 首先呢 增加框線前面講過了 所以我們就 不贅述 就是主要是講那個 增加框線 如何抓取什麼 這個是最下面一列 從哪裏呢? 從A4 向下追蹤 那把最下面一列的那個 列數給R 另外呢 最右邊一欄 給C 有沒有 從哪裏呢? 從B3 所以你可以演練嘛 B3點住 Ctrl向右 有沒有發現他停在 I欄 不過他會轉換成一個數字 所以他這邊應該回來是9 然後呢 得到之後的話呢 我們做什麼呢? 特別注意 Range 其實他除了可以用我們一個自串 前面好像是打架 前面是 我們的Range是直接用什麼? 一個自串嗎? 什麼B 啊 什麼那個 B4到多少? 對不對 那我們如果不用自串的話 可以另外一個方法 用Sales 第一個Sales指的是哪個儲存格 那基本上不會變 所以我用Sales好了 Sales應該是哪一個呢? 應該是第四列 然後哪一欄呢? B欄 所以左 這個應該不會變 重點 他問你第二個是 請問一下你那個 就是 右下角那個儲存格 他的位置在哪裡? 那基本上我們可以用Sales 哪一列呢? 其實就是第R列 哪一欄呢? 就是C欄 OK 點 後面的話呢 就是你要去做那個Boulder 有沒有 我們就是 這邊的話呢 特別是後面後刮鬍要加一下 有沒有 少一個都不行 然後 然後Boulder 就像畫框線 它的框線的話呢 它的什麼呢? 它的LightStyle 就連續線嘛 那Color等於紅色 這部分應該沒問題吧 然後呢 我們就是把這邊 把它做完 不過我這邊要清除框線 就是XLN 那其實這邊也是一樣 所以你會發現 我會把這個加上去 這個加上去 就完成 所以關鍵就是這兩個 以後如果說 你的範圍是不固定的話 那可以用這個地方 單程參考 OK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就先把這個大型數號表先結束 那其他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再看用利用 利用那個影音的方式做補充好了 所以 今天的錄影我還是會貼上去 那之後的那個錄影我會再找一下其他的部分的影音 那當然好這個課程是結束了 不過 應該也是另外一個開始 就是你們要複習 在 就是重複在做 那一定要記得啦 就是一定要多做練習 因為其實這關鍵你學會 是因為你做了 OK 所以回去的話 我想各位再多多動手 那有什麼問題的話 也許 比如說你看影片有問題的話 其實YouTube下面都可以留言 你也可以 也許你可以把你的問題 他是在幾分幾秒的地方出現 好 那我一看我就知道你的問題是什麼問題 也會比較具體一點點 OK 那今天的話就先到這裡